- 嗨! 欢迎来到! 进来吧! 其实你一天只会坐在那里一次 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来做化妆桌 虽然我真的快来搬 但我都很快去跟大家过一次 究竟我搬完之后 我收拾成什么 首先来看看这边的鞋櫃 这家的储物空间其实我是挺满意的 因为其实它门口 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鞋櫃 这里它也分隔得很好 有些长点的位置可以摆布 上面就摆了一些不用的纸袋 其实纸袋我也有扔了一些 都已经尽量了 现在有点暖了 上面就放了纸袋 这边也是放鞋的 我还有一堆鞋 是放在其他地方的 放在其他倉庫 我应该送了十几堆鞋出去 因为是不穿的 我就送了出去 剩下这些 其实除了鞋之外 我还收納了一些其他不用的东西 譬如有些衣袋 有些很轻的 而且有些其实准备买出去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小柠桶 也挺好的 我都放了很多 都是一些漂亮的垃圾 一进来 而且这家其实我最喜欢逗留的 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厨房 其实我也是很满意 它有这么大的厨房 其实因为整间房的厨房灯光 都是黄色 是很温暖 而且其实我很喜欢它有这么大的桌 这里的桌是本身预设有的 我之前住这么多家 但是在家里都没有一间有这么大的桌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这样吃东西真的很方便 你不用坐在地上 坐在桌上吃东西 整个位置都可以运用得很好 所以我想如果两个人住 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因为我有很多家店 不知道放在哪 所以我这个 air fry 就放在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杂物 然后这里 它本身也有几格玻璃 其实可以放一些照片 但是我都快搬了 所以我都没努力去装饰它 就是这样 然后厨房这边 我觉得如果你想再收纳得好些 这些位置可以放一些很窄的架 上下也可以放一些调味料 但是因为我都快搬了 所以我都没买很多调味料 都是买一些基本 够煮食的在这里 有四个爐头 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 上一次这个爐头的问题 其实已经完全解决了 现在是四个都用得 但其实实际上 我是不会同时间煮那么多东西 所以其实虽然不会用到 但是有这么多位置都是挺好的 来到这边 我记得IG有跟我说过 他挺喜欢这个架 因为其实这个架是它本身有的 它这里我发现 其实你家里有这样的位置 你只要买个压力通 你就可以装一个这么大的洗碗架上去 其实我觉得非常方便 因为我以前家里也是没有这个东西 大了这么多之后 你洗完的碗就可以放上去浪干它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所以这个厨房的空间 它设计得非常舒服 而且旁边也是有一些收纳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你洗完的 或者是一些长一点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以前家里带过来的 一个收纳架 放了一些食物 还有一些维他命 那些supplement 放在这里 其实都是很多东西要清的 但我还是没理会的 然后有一件很神奇的东西 是我们搬家的时候 都没人意味到的 就是这里上面有个柜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是雪櫃来的 那雪櫃就是本身有的 然后上面其实还有少少少收纳空间 我都尽量放一些袋子在里面 还有整个厨房 它除了这些位置之外 这些位置啊 这些位置啊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都有很多收纳空间 我都是放了很多煲啊 杯啊在里面 还有下面呢 这个格好像是以后帮我放的 我都没什么改变过 都是煮食的用具 保鲜袋啊 食物啊 但是呢 其实是不够放了我的食物 所以呢 其实下面这里呢 都还有几个柜子的 那我就放了个电饭煲啊 野食啊 那些干粮 其实都放了很多东西的 这里也有放了很多东西 这里也有放了很多东西 这里也有放了游戏区 有些board game 就放了在里面 来到我的小房子 这个就是衣服间 本身那个人呢 都是一个衣服间来的 那他们呢 全部都是用这种开放式的 那因为我以前有两个大衣柜 所以我都放了在里面 那就是这里的规划 都没什么改变的 那但是首先 其实最麻烦就是 这个东西呢 它放了进去 其实里面是用不到的嘛 那所以其实我里面 都没有放很多衣服 我就反而是衣物收纳箱呢 那我就把一些不穿的衣服呢 可能换了贵的衣服 就放在里面 那我就大概买了两三个左右 就把那些皮啊 那些东西都放在里面 所以呢 其实里面那个洞呢 我就放了一些衣物的收纳箱 那这个位呢 就是一些本身 因为我以前的家 其实是有两个位置放衣服的 一个在厅那里 一个在小房那里 另一个就是我的大房里面的衣柜 所以其实有三个地方放衣服 我现在变成縮小围 剩下一个呢 我是真的减少了很多很多衣服 还有我把东西都收到一些箱里面 那这个櫃也是没变过啦 里面也是放了一些衣服 都不仔细介绍啦 上面我就 因为现在没什么位置放行李箱 所以上面也放了行李箱啦 这个櫃呢 以前就是在小房那里出现的 那也是放了一些衣服 是我第一间三个房屋的时候 已经有的一个收纳柜 那我用到现在 它真的很耐用 而且本身因为它的格数很深 其实放衣服你很难找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呢 我下面呢 是变了摆袋 这里呢 其实它本身觉得挺特别的 就是它本身这间房 许切了有一块镜 我也挺喜欢它这种入场式的镜 看上来会简洁一点 还有空间感会大一点的 这个镜也挺好的 或者可以在这裏搭衣服的时候看一下 而且它门口也有一大块镜 所以也挺多全身镜 这间房间 来到客厅这一部分呢 其实应该大家看我之前那几条片 都有看过的了 那其实呢 都没什么怎么变 因为这个櫃呢 就太大了 那所以放了一张之后呢 我就放不到电视櫃了 而且因为我搬屋的时候呢 那搬屋公司弄了一部电视机 那所以暂时 我家里是没有电视的 那我打算搬去那里 收拾好东西 看看有没有位置 我才决定再添不添加那部电视 因为他们也有赔回那部电视的一半钱给我 那我就在想会不会买 如果是买电视呢 我都会好像Amber那样 不用电视櫃 因为我发现呢 电视櫃有了之后呢 其实那些线又会很多 那所以其实看上来都很乱 如果你是整个入场呢 真的看上来 轻盈了 简洁了 希望到时如果有位就会这样放 那旁边呢 就放了这个其实叫收纳柜 这个韩国人都很喜欢用这种 唇白色收纳柜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它是我新买的 放了很多很多东西 全部都是化妆品 因为我的化妆台实在太不实用 它的收纳 放不了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里面所有化妆品 其实我都放了很多不同地方 因为刚才我和Amber讨论完之后 我们就发现呢 其实这个要不就把它变成我的化妆台 因为其实反正我之前那个呢 都放不了很多东西 而且用了很多年 很舊 又很牙位 而且其实你一天只会坐在那里一次 所以很多韩国人都会用这种来做化妆台 那可能我就会把上面那个镜 搬上来这里 又或者我另外再买一个镜 那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 作为一个化妆台 那我就可以省下一个化妆台的位置了 因为家里真的搬了我才知道以前家里大那么多 因为以前是放了这些位置 都完全不觉得牙位 我到处随地搬的位置都很有空间 所以家里小了之后 真的会逼自己想一下 是怎样收纳得好些的 那还有这里呢 其实有个冷气的 但是幸好我搬进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很热的了 那我本身都担心会不会说很热 但是我之前热的时候 开过这个冷气 在上面睡都ok的 不会热到醒了 那接着呢 可以去到另外一边呢 这边呢就是我office的梳化啦 本身 因为我本身家里的梳化呢 都已经扔了很久了 之前那个破烂到不堪 那样 所以就卖了 这张梳化也是挺长的 是一个我完整的 一个人躺在这里都可以的 那然后呢 看出去的景 其实是可以看到蓝山塔的 这个是以我发现的 他就看到有一个白色的画布位 那就可以射一些投影下去 ok 那现在来到我的小房子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空间 那其实呢 这个位置如果作为一个工作空间 是挺宽敞舒服的 我自己觉得 因为其实我之前 我打算用来做睡房的 那睡房 其实你想想 放了整张床在这里呢 就已经没位了 那但是用来做一个工作室呢 那就ok的 那就刚刚好的 那所以这里呢 其实我没什么变过 之前的家里的傢俬都带过来 那平时我晚上呢 如果是要製造一些气氛的话呢 因为我有很多灯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 这个灯可以调价颜色的 那这边的灯也是可以调价颜色的 所以如果呢 要製造Warm Tone的一个工作室的感觉呢 我会打开这些灯 那其实就 都挺足够的 发现这盏灯都挺光的 现在这个是非常混乱的 那因为这个位呢 我也是暂时放了这些化妆品啊 那些行装的 那可能之后呢 我都会全部搜索的櫃里面 那还有这个呢 我们已经研究了新屋会放在哪个位的了 那就应该都会带到新屋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上面这个部分了 那其实呢 现在是很舒服的 是完全刺了的 但是其实呢 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个修纳里面 其实是很邪恶的 这些修纳 因为呢 因为看不到 那所以我就不会特意去整理 那其实我搬家的时候呢 都算是有整理过一次的 大概有看过哪些不要的 都有丢了的 以前那个人呢 其实他躺在这一边的 那但是因为这边呢 是没得充电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没有床头充电 那边我可以睡这边 那但是其实这边是宽敞一点 因为他那个楼底高一点 那但是因为我床褥比较厚 其实放在这边呢 其实也有机会会撞到头 所以我就放了床在那边的 可不可以翻了很多东西 有很多很多的箱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电钻啊 然后圣诞装饰啊 咦 其实也不是很多 其实我已经清了很多的了 这些呢就是 我都不记得我放了什么 咦 咦 哈哈哈哈 总之就是有很多这些 刺的箱 那就是没放到 不知道做什么的 咦 真是什么 箱 还有还有这里 就是放了我的 我已经压缩了了 其实 我已经把这些衣服 放了在压缩的袋里面 然后这边呢 哇 又是另一个 正常 就是全部都是放了 咦 有个tint 还有放了这些 皮啊 厚的衣服啊 这个就是我之前在Daiso 买的那些收纳衣服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我买了一个 有三道门 可以打开白色Ecare的书柜 那我就卖了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把所有书呢 和文具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箱里面 那这个箱里面的书呢 我就想着 应该放在我的新电脑台那里 那边呢 现在也是很混乱的 因为我卖走了床头柜 那将我的床架呢 上面呢 就会有一个空间 去摆电话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一个床边的桌 现在因为卖走了 所以我床边的东西 蠟燭啊 书啊 紙巾啊 所有东西都放出来 那所以就非常混乱 那我就不带大家参观了 大致上呢 我的家里收纳就是这样 啊 其实还留了一个位置 那接着 那最后那个地方呢 应该没带大家看过 就是家里呢 其实有一个Pelanda 就是韩国叫做Balcony的东西 因为其实通常我Festile呢 就没有这种Balcony的 通常都是外面呢 直接就是街的了 那有这种的好处呢 就是它会比较暖的 隔多一层呢 就没那么冰 那里面呢 现在暂时就存放了一些 行李啊 和一些我将会买的东西 对面呢 那些屋呢 有些人是会在这个位置 都放一些窗帘的 那其实如果我自己住 真的会住很久 可能我都会考虑 外面会加多一层沙 因为呢 其实两边窗呢 你对面是对着其他人呢 有点觉得 你家里可能换衣啊 都不会没那么方便 所以呢 这边其实有个窗帘都OK 而且它本身其实都预设了 一种很Office的 那种白叶帘拉来的 对啦 就是这样啦 完 大家好 现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因为我还在想 唉 真的不是很想拍这条Room tour 有看过上一条片 都知道其实我准备是要搬走的 这个模样呢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介绍 大家都应该见过 就是我之前化妆的位置 其实也没有变过的 只是更加乱的 因为实际上我的行李又非常多 打算拍这条Room tour 其实也有一点大压力的 因为我要把所有东西收起来 虽然其实我已经卖了很多行李 但是始终有一些东西 我都没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所以我唯有把见到的东西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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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很久究竟我应该拍的 但算了不要紧了 都当是记录一下 我搬屋之前最后的模样 这里是怎样 他就是第一次来我家 但是我就是 结果要搬家 搬家 这不是cheap daily 这是Fail World Party Say goodbye 现在这里看起来很温馨 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 除了这个声音以外 其他东西也是 因为我觉得如果住太大的房子 一个人住会觉得很空档 很空虚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而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感觉 比较温暖一点 除了这个声音以外 我觉得其他的蛮舒服的 之前我就跟Sui说 因为我家有时候我不太整理某一个部分 因为我都不会用到啊 我都把它随便放在那边 所以她说那结论就是 你需要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你才会整理 想要整理的话就是要搬家 如果可以算大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算大一点 但是下一个家也是比较小 但是我下部影片 再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搬进去 今天再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搬进去